2022第17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第三轮的关键一战 王天一遇上了马来西亚对棋王黎德志 黎德志原来是广东的象棋大师 后来娶了马来西亚美女围棋 加入马来西亚国籍 本局王天一直红 开局双方走成了中炮进三兵 对平分马进三足的阵型 王天一跳鞭马 黑台狠鞠 黄炮八平棋 五棋炮 黑外马分鞠 红兵七进一 对黑方底向发动攻击 前不久郑维同对孙永珍的对局 也是用这样的开局 黑方如果选择飞向就有点软手 实战中黎德志选择拱足 气到底向 也是很不错的对弓下法 王天一紧鞠过河 黑飞向抓炮 红平炮打马 黑马阿进四 红出鞠捉炮 黑平炮对局 如果对了刚好就是担子炮 王天一平鞠吃足 黑炮二平三 红炮八退二 瞄准黑中向 黑鞠八进六 红马三进四 黑平鞠站类 不给红方马四进六的机会 同时还有马四进三偷袭的可能 王天一先不是故防 黑方接下来这不就很关键了 正招是平鞠吃掉中边 保护中足 红方可能会平鞭炮 黑进马要握槽 红平炮顶住 黑巨五退一 要马挂脚 红方补向 黑平足挡住鞠 这样黑方还有一战之力 实战黑方左了一步平鞠捉马 这是一步俗手 捕捉红马都要踩中足 那在这个形势下呢 黑方的阵招是金马踩炮 要握槽杀旗 红方飞向之后 再进去拉住 还能抢救一下 实战中 黑方走了回马踩马的败招 他是没有算到 红方有气躯砍马的妙手 看到这里小伙伴们 是不是信心十足 有没有想去 马来西亚美女的 可以报名了 很显然黑马现在不能踩去 如果踩了 红炮鞠中向 出老将 红鞠沉底就杀齐了 只能撑势 再打马 重炮将 只能出老将了 红进鞠江 就沉押军杀齐 实战中黑马没有踩鞠 把这个碍事的鞠排了起来 红平炮打向一将 黑炮如果打过来 红鞠吃了海州双 又中炮赛 黑也没有退鞠腰队的机会 所以黑出老将 红鞠五平七桌炮 黑回马 形成担子炮 红进鞠打两将 再顺手吃了鞭足叫沙 黑平炮顶住 红鞠再回来 黑炮再顶 红炮五平六 下一步鞠七平六就有连杀了 黑方只有七鞠砍炮 红方一吃 黑鞠兵一将 红飞向 黑腿鞠吃炮 红进鞠一将 再退鞠吃足 黑平鞠转类 红进马 黑跳马 红马七进五 黑鞠四进二 红方补个式 黑平鞠顶马 红冰三进一 黑马七进五 红鞠八配三 咬住马 黑马如果踩兵 交换之后 黑炮就丢了 黑平炮视角 红瓶兵 行鞠至死黎德智 就头子任负了 为什么头呢 黑躲鞠马就丢了 吃兵 红鞠吃马 黑炮还被捉 逃跑 红瓶鞠再捉 再逃就双之错了 不逃就给吃了 也是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好了 这继续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